这一课我们讲怎样画球体的轮廓线 在素描初级训练阶段 好多同学都发现画个球体不容易 要把它画圆 还得画一番心思 那么画球之前我们先可以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利用辅助线 标出它的中心位置 我写的正方是这支铅笔的长度 有了这个中心点 同样的 在这个形体的其他地方 有四个面把它变成为八个面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的去测量一下 当然我们尽量用目测 也就是用眼睛去看 而不要使用这个铅笔或者其他的工具 四边变成八边 哪里不对 调整哪里 我们这个画的时候不要多比一下 好 有八边 再变成 十六边 到这个物体变成十六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其实已经很接近正圆了 不断地调整 哪里 太突了 就把它画得 再收尽了一点 哪里 哪里不够放出去 同样的 往外 推一点 多次调整以后 这个球体 就会慢慢的 接近正圆 这个是 相对来说 比较灵活的 一个画法 那么在这一步 差不多 这个球体 也就变成了一个正圆 不断地调整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遍 首先 首先 画出 它 左右 上向 这个位置 大小 先标出来 大概的 测量一下 然后 然后 把它 有四边 这样变成八边 那么 在变的过程中 用眼睛 不断地调整 画球的关键在于 比较 比较 用眼睛 不断地 比较 各部分的 形 体 和距离 多比较几次 你就会慢慢的 掌握 那么 画 球体的时候 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是 你这个 上向 和左右 位置 要定中 有几个同学 在画的时候 连 这个位置 都没定中 相差很多 那么画出来的 肯定就是一个 椭圆性 只有在这 上下 左右 距离 首先 定位 定中的 前提下 这个球体 才能够 有可能 把它画得 更圆 这样 多比较 几次 慢慢慢慢 把它 切约 那么 这个方法 你不要 把它画得 横死 有的线条 没有 连起来的 没关系 让它存在 到最后 慢慢慢慢 会 变得更圆 或者 我们也可以 做这样的 尝试 如果这个 缘不是很大 很轻 铅笔 很淡 把它的 大概的一个 轮廓 用弧线的方式 把它这样 画出来 然后 在这个 基础上 再进一步的 寻找 最适合 球体 轮廓 的 边线 因为我们 这样画过以后 这个球体 大概的 它的位置 大小 基本上 已经有了 在这样一个 前提下 我们再 精确的 来寻找 这个 我们可以做 这样一个尝试 在实际的 教学中 我们对学生说 这样的 不会 很少 这样去画 但是绘画 不一定就是说 一层不变的 很多新的技法 新的习惯 我们在绘画的过程中 可以去推说 找到适合自己的 一套方法 也可以 这样 好 这节课就讲到这 这节课就讲到